金錢背後的故事 我是楊世光 好 我們看到今天 全球市場的主要變化 當然最出現驚奇的是大陸股市 因為今天大陸股市早盤 一度出現反彈後的修正 可沒有導致下午盤 沒有想到下午盤之後 整個陸股出現豬洋變色 這個深圳指數更是出現暴衝 從大跌變大漲收最高 那陸股市場更是出現暴衝 大陸股的反轉 當然我們在過去這一個月提到了 中國的金融監控 而這個所有的監管 只有對股市開出了綠燈 所以官媒要特別注意到 大陸股市在跌升之後 相較於過去半年最弱勢的市場 在這時候的反彈跟反應 會對全球金融市場 產生什麼樣的變化 不見得是連動 可是我們看陸股拉尾盤 我們昨天不是講 跟台股市高度相關 相較於美國股市 所以台北股市今天 在1萬點附近做震盪 在金融股的領軍之下 站穩了萬點 我們今天要花很大篇的時間 來給官媒一個投資的觀念 就從昨天國泰金跟富邦金的法說 台灣現在最大的投資的問題 就在於電子股的本益比太高 可是除了電子股之外 本益比跟流動性都太低 所以我們跟官媒看 國泰金講完了這個法說 公布了財報 國泰金事實上有機會挑戰100塊 官媒說國泰金多少錢 國泰金今天才佔上50塊 為什麼我們說會有可能挑戰100塊 我們就要從他的法說 跟國際的售寫公司 來做一個比較 是從國泰跟富邦最新的法說跟財報 我們來看看國泰金 是不是真的能上100塊 等一下告訴你什麼原因 另外我們要觀察的就是 這兩天大家很關注的就是 不是諸葛亮 是想哭 當然你看到諸葛亮掛掉 你會想哭 有人會想哭 有人不想哭 可是這個想哭的 這個駭客的軟件 似乎成為全球勒索的一個 目前最大的麻煩 我們從這一次勒索的一個 駭客入侵 我們看到全球化的問題 全球化有好有壞 但現在大陸的一帶一路 跟美國川普的製造業回歸 似乎一個是全球化 一個是反全球化 可是全球化跟反全化 真的是領導人能夠決定了嗎 我們從這一次勒索的軟件 我們第一個看到全球化的負面效果 第二個我們看到 在全球的生物多樣性的危機當中 跟這一次的勒索軟體 有什麼樣的關係 我們今天特別請教三位來賓 好 第一位請教是 台大哲學系教授 岳舉正 岳老師 好 第二位請教是 很久沒有來的金錢報的 我們的這個財經司馬千 坦克爺孫一廷 好 第三位我們請教我們分析師 曾煥文大K 我們先講廣告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勒索的軟體 跟駭客的一個發展 我們不想談電腦 可是我們要從這件事情來聊一下 全球化目前面對的一個困難跟成本 另外跟生物多樣性 有什麼樣的關係 為什麼我們要愛護地球的生物 跟全球的科技化的多樣性減少 密切相關 我們教授告 先看一下這個勒索 帶來的全球性問題 好 我們關注一個新聞 我們今天要討論這個 再過幾天 在電腦圈 在網路界出現了一個非常凶哄的 一個駭客的勒索軟體 那大家就要想哭 那你付錢了嗎 因為我們看到全球 至少有20萬個使用者 受到這個駭客軟體 凍結資料 使得這個硬體無法驅動 或取得你想要的一些資料 所以變成一個勒索的過程 那這件事情很震驚的原因是在於 第一個是這一次這個想哭 基本上是美國國家安全局 NSA 研發的一個駭客的攻擊武器 那事實上我們知道 在各國的安全機構 特別是情報機構 有非常多的情報員 除了情報員之外 有很多攻擊各國 包括了竊取相關資料的一些軟體 那包括之前講說 伊朗為什麼這個核式 核子反應爐會出問題 包括北韓四射導彈 為什麼會遭遇到一些困難 大家都直指 受到一些駭客 或病毒軟體的一個影響 因為事實上 我們有些核子彈的釋報 都是用超級電腦在做模擬 沒有人在做搞真的釋報 除了我們金三胖比較可愛 這個土法鏈鋼之外 其實都需要大量的電腦運算 而這個運算的過程當中 就很容易遭到病毒的入侵 那這個病毒基本上 那它最特別的原因是因為 它是抓到了微軟的 作業系統的一些這個 弱點而進行了攻擊 所以這次微軟非常生氣 說為什麼美國的國家群 知道微軟有弱點 但你不告知 使得這一次這個軟體 這個病毒被駭客偷走之後 能夠在全球性的 進行勒索跟攻擊 那廢話 這個微軟老代有問題 就是知道你有弱點 我才能駭客 不然這個 大家都用微軟的作業系統 就是有弱點 我才能攻擊中國 攻擊台灣 攻擊日本 攻擊我想攻擊的一些 國家的電腦 所以這個微軟跟NXL 到底在唱什麼雙簧 我先請教一下老師 因為這次問題那麼擴散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知道 大家現在用的作業軟體 都是微軟的作業系統 甚至在手機當中 就是iOS 蘋果跟Android 所以在全球化的過程當中 不管政治力量 民族力量 文化力量 在電腦跟資訊事件當中 它是不存在的 所以當一個病毒的擴散 或經過駭客 居心叵測的一個企圖的時候 其實我們看到 全球化事實上 比我們想像中更恐怖 更接近 你們可以觀察 對 這個全球化的概念 大家過去幾十年來 比較強調它善良的一面 好的一面 分工 分工 關稅降低 東西變便宜 可以互相移動 好的東西到別的地方去等等 但是他都沒有講到 整個歷史上來講 全球化的過程 從這個1492年 這個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以來 全球化的概念 就產生了很多問題 其中最明顯的就是 這個疾病的傳播 尤其是梅毒的傳播 一個是梅毒 梅毒是從拉丁美洲出來的 對 反正就是說 黑死病也是因為跟匈辱有關係 就是 對 對 因為這個全球化過程 黑死病本身它的土地 是連在一起的 對 這個全球化 基本上是化了原則上 原則上的話 人跟人這個世界 在每一個環境中生存久了 它根據那個地方 會有單獨的生存的本領 比如說我們 跑到阿拉斯加去住的話 活不了多久 可是阿拉斯加斯莫仁 一到台灣來也活不了多久 對 就是這個道理 可是全球化 打破了這個反理以後 透過人的這個抑制能力 所以這個導致於 我們長期來講 那麼在全球化的過程當中 我一直懷疑有一個大陰謀 就是一個劍地宣揚這個全球化 直到這個 像比如說15年前成立了這個 世界貿易組織的時候 大家那個時候講的方心為愛 都說全球化好 那一直到了2016年的話 看樣子最有正義感的這個 政治家叫做川普 他就說了 這個東西根本就是鬼扯 把我們美國搞得慘得不得了 而且他事實上講 這一百天來 他最偉大的成就 就是從TPP裡面退出來 他就不跟你再玩這個了 那麼這個全球化本身的話 應該是好處壞處都要提到了 對不對 因為說我們現在講的話 我們目前整個世界當中 所有在大陸最偏僻的地方 也都是全球化非常流行 你在電腦的這個程式當中 你或是在手機 看的電影還有這個人 全球化本身來講 在這個真理上來講 你就會發覺能夠符合 潮流趨勢的就是真 是 否則的話大家沒有見過的 好像單獨一無二的話 就顯得不真 這個原來是完全大逆轉 那麼道德上的行為的話 你只要跟得上全球化的潮流 這個就是善 對 沒錯 如果說是你跟不上潮流 就是土 就是笨 就是邊緣化 一般講 那麼另外的話 美的話 全球化的最嚴重的問題 就是美 因為這個美其中裡頭 真的是有陰謀的 為什麼這個歐洲人長相 就是瘦高細白 對 那我最近看到 我最近去了一趟韓國 大家都整形 就按照瘦高細白來整形 對 那你按照你自己很努力的辦法 把你自己調整 跟人家長得一樣 你怎麼可能比人家好看 對 但是這個美的標準 本來是在地化的 你比如說爪哇島上的人 長的是矮黑粗胖 很正常 對不對 他本來就這個樣子 你現在硬要把它搞成瘦高細白 所以你看說非洲 或是藍太平洋 他們那個耳朵被撐得好大 對 脖子被電得好高 拉長在緬甸中緬邊界 我們都認為是怪獸 可他們認為是美 對 那你現在就講到 這個從真善美的角度來講 你就會發覺 這個全球化的問題 有好處是當然你會因為你的整個 真善美的價值被重新建構 你就覺得追求全球化是個很重要的 老師那純真純善純美就不見了 哲學中有真正純的真善美 那因為全球化的標準改變之後 真跟善跟美 不見了 我們現在一般來講的話 你可以注意到一個現象 假如有一個人是從紐約回來的 或者從洛杉磯回來講話特別囂張 他就感覺他站在這個真善美這一邊 對 那一般有的人的話 從鄉下人到城裡台的話 他一坐地鐵 上個電梯什麼 都被人家閒來閒去的 土鞭 土鞭的話 對 就是這樣的一個說法 就是誰願意當土鞭 都喜歡當羊蛋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差別很重要 但是全球化目前為止 主要的問題就是發生在產品上了 產品上的全球化的過程 以至於大家一直不斷的認為 跟得上潮流 所以你現在到了幾個比較重要的都市當中 你看其實它差別都不大 外表是沒什麼差別 內心的想法也很接近了 各方面的觀念 這個的話 在我們通常來講 喜歡沿用一個生物的觀念 就是逝者生存 就是說如果你不懂得全球化的趨勢 這個潮流的話 那你就面對被淘汰的命運 這個感覺上是在生物學裡面 這個就是逝者生存是一個生存的製造 可是這個觀念 逝者生存的觀念 放在文化 放在人的世界 放在我們一般來講 像你提到了 存真 存善 存美的那個生活世界上來講 這個觀念極有可能是有問題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導致了破壞了我們的多樣性 多樣性 我們多樣性的話 原來的話 有與眾不同 似曾相似 就是創意的定義 對 但是你現在的話 突然講大家都一樣 所以我最近就發覺 我跟我們系上一些年輕的學生聊天 他們對於前途的話 感覺上就是很困難 為什麼呢 因為他發覺他要現在要脫穎而出 要與眾不同的能力不行 但是在現在 以前的話呢 你自己好好活著 本身就很獨特 對 你跟我我們每一個人都這樣活過來的 對 可是在全球化的社會當中的話 你首先要摸索 人家紐約人現在最流行的是什麼 是 你要讀很多資料 讀完以後呢 發覺紐約當中的話呢 那個更上一層的人 到底是什麼的話呢 這個你就得花錢去留學 對 等到留完學回來以後呢 你突然發覺你周遭的人 看到你什麼特別的就學 然後你一下被人家學完以後 你又不特殊了 對 所以這個生活上難免有一些焦慮 這個最主要原因就是 我們整個社會中 在全球化的定義下 讓原來的那個多樣分別那種區隔 那種創意那種想像空間 完全都被抹殺了 那這一旦抹殺以後呢 它出現了一個最主要的結果就是 第一 在這個科技上的應用 你就必須要聽到順從於大家的這個趨勢 你現在很難想像一個人要交女朋友 沒有手機的時候 對 如果你沒有手機的話 你表現就是說你自己發明了 你的無線電腦在你腦袋裡頭 這個還可以 如果你是買不起的話 那大概就完了 對不對 然後另外的話呢 就是全球化本身來講 我發覺有一個 這兩三年 有一個主要的趨勢 就是你這個人 如果不懂得財經 不懂得理財 如果你不看金錢報 你也完了 這個是時代的新趨勢 就是說一般來講 現在大家這個年金一改革以後 指望的退休金過日子 就不太好過了 但是的話 你有沒有注意到 全球都在搞財經 所以那個股市一拍盤 現在你講 你講的三個地方 就是亞洲 歐洲跟美國輪流 那麼非洲基本上 就已經是完全是全球化之外 那本來是他維持了他自己的多樣性 照理說我們看到非洲人應該很高興 但是很少人看到非洲人很高興 反而都是會參與了那種全球化秩序的 我自己就認得幾個人 他們是我的朋友的下一代 然後就是叫做這個華爾街金童 講話動作 他們的長相都越來越像 他們都去練身 這個除了頭小有不像以外 其他胸肌腹肌都長得一模一樣 所以我有時候發覺說 這整個全球化發展的趨勢 對於人類的這個多樣性 構成一個很大的損失 對於少部分的人 也構成一種很大的壓力 我們看到這一次 其實我們看到 想哭勒索的病毒 其實事實上我們看這一次 這個蔓延的地方 我們從這個地圖 我們不心生就 可是我們看到 不管他是要靠300塊美元的比特幣 來進行這個勒索贖金的 贖回資料 還是包括手持設備 還是電腦的一個攻擊 可是這範圍是全球性的 觀眾朋友親眼看到 事實上 這個沒有被攻擊的在哪邊 就是剛剛劉老師講的非洲 這就全球化很少了 不然就是西澳 那西澳為什麼被攻擊 因為西澳沒有人 沒有電腦 所以觀眾朋友 你看另外北邊的西伯利亞 沒有人 沒有全球化 另外我們看到加拿大的北邊 包括格林蘭 沒有人 沒有電腦 所以事實上你看 被越攻擊的 反正這是越全球化的地方 不管是美國 歐洲 還是整個東亞到印度 所以這一次從這個 想哭的勒索病毒 老師它會不會是一個 全球化的一個轉折 就是我們現在越來越發現 全球化對我們的利益 當然是過去歷史 可是現在發現全球化的成本 越來越高 所以川普為什麼反全球化 包括我們看歐洲幾次大選 這種反全球化的聲音 一次比一次得票高 以前認為是一個怪胎 是一個極端 現在這個反全球化 慢慢變成流行 變成年輕人追尋的一個方向 當然台灣還沒有 所以這一次想虧軟體 是不是就是我們看很多事件 因為一個事件的轉折 很多一個趨勢的轉折 就來自於一個 微不足道的事件 明天 下週 下個月 甚至明年 你忘記在5月15號 5月16號 發生了想哭的勒索病毒的事件 可是在當下 它已經產生一個關鍵的轉折 就是蝴蝶效應 所以老師從想哭的勒索軟體 我們放大來看 它會不會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折 就像諸葛亮死掉 台灣人從快樂到悲傷 關鍵轉折 以前我們已經快樂不起來了 從諸葛亮死掉之後 痛苦的開始 因為連諸葛亮都沒有了 我就不知道還有什麼 會讓我更快樂 所以這個轉折 他們可能不偉大 可是他們的偉大 是在於那個轉折 很微小的發生 這個想哭這個病毒攻擊 它絕對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折 我不曉得你們注意到一個消息 這個有100多個國家受到攻擊 有20幾萬人受害 你知道它勒索到多少錢嗎 是 8.25比特幣 換而言之的話 這個讓大家一下子 所有想發展都想通了 以往的病毒攻擊 都是損人不利己 把人家電腦搞壞了就算了 這一次的話 變成一個比APP還好做生意的 你現在要加強研發 就是很快 你只要付10塊錢 馬上就OK了 馬上你個檔案什麼 各方就回來了 然後打個訊號講說 我下個月再來找你 要10塊錢 這個才叫勒索 因為你一下的話 要1000萬根本要不到錢 對不對 所以說現在開始 讓大家突然懂 無獨有偶 前不久 經濟學院雜誌出現一個專題 這個專題就是說 所有網路上的電腦設施 沒有一個是安全的 是 所以說NSA這次的話 被這個 微軟公司抱怨的主要原因 就是說他們發現 這個 他們發現了這個 微軟公司裡面的 溫度系統的漏洞以後 但他只能抱怨一家 但是我不曉得 全世界各地的情報單位 它裡面有出現了多少個 微軟的漏洞 放在手裡還沒有用 對不對 那麼一旦的話 有人能夠掌握到這一點的話 他確實是 如果能夠解決了 因為這一次是屬於最原始的 拿著棍子跟那個鋤頭 在那邊跟你要錢 所以說要不到太多錢 效果倒是把東西打爛了 下一次他比較技巧一點 你比如說你點一個鍵 或是什麼 什麼奧子鍵一按 然後這個10塊錢就出去了 我拍到岳老師 自己珍藏的屁股這個特寫 這可以勒索了 對 你只能證明是我的屁股 那當然可以勒索了 對不對 所以老師 大家都沒有屁股 你不能找我 我們剛剛講的是全球化 可是剛剛岳老師提到的一個 多樣性 觀眾朋友 我們看一下 我們常講生物多樣性 為什麼我們愛護動物 為什麼說愛愛護植物 因為我們強調的是多樣性 多樣性的存在 剛剛岳老師有幫我們做說明 因為多樣性它會產生 很多想像不到的意外 或是可能性的一個發生 我們只有保留生物的多樣性 才能夠保留人類或文明 進一步的可能存在 所以過去說 不能再吃魚刺了 因為我們都把鯊魚給殺光了 這個鯊魚魚刺好殘忍 為什麼還喝魚刺湯 不能再吃燕窩了 你把燕窩弄下來 燕子生活有多辛苦 不能再吃白犀牛的犀牛角了 那犀牛角的粉 磨下來只能做這個 就是發燒 退熱用 這樣白犀牛也不見了 維持都是因為維持了 生物的多樣性 可是觀眾朋友看一下 今天微軟佔全球的 PC的作業系統 市占率高達88% 前幾天美國才觀察到 隨著科技的進步 自然壟斷不斷的發生 壟斷有好幾種 有種是資源性的 譬如說我家挖到了礦 我家挖到了石油 我就是資源性的壟斷 有的是科技的人壟斷 因為我發明了相對論 那基本上 那我就是變成學術性的壟斷 可另外一種是市場競爭壟斷 包括現在亞馬遜 亞馬遜不管是它的Kindle Kindle這個市場率超過74% 包括Google在搜尋市場 廣告市場率88% Facebook在移動段的社交媒體 佔70% 我們從微軟看到這些東西 都出現了多量性的減少 所以約老師我們講一句實在話 你今天用FB 你用Google 你用微軟 就跟你請媽媽喝魚刺湯 替兒子發燒 用犀牛角 其實是一樣的道理 為什麼 因為我們用蘋果手機 是一種時尚的象徵 我們用FB 是一種社群地位的象徵 我們用Google是一種知識搜尋的標準 那觀眾朋友 那孝順的標準 難道不是魚刺湯嗎 那我愛護我的下一輩 難道不是犀牛角嗎 所以意思一樣 其實買蘋果跟喝魚刺湯 在多樣性當中意義是相同的 觀眾朋友你懂意思了嗎 你用iPhone 你就不要怪我喝魚刺湯 你玩FB你就不要怪我殺犀牛 因為多樣性都在做消失 所以老師這個多樣性 只是因為每個人有色眼鏡不同 所以標準L就是損人利己 可是事實上一樣 當自然壟斷發生的時候 當這世界標準不一樣 多樣性消失的時候 每個人都有責任 我喝了魚刺湯 海中的魚類少了 我有責任 你買了蘋果手機 手機的多樣性減少 你有責任 多樣是多樣性 世光你這個問了一個問題非常好 就是說我們慢慢逐漸開始注意到 人機一體的這個概念 人就是人 你跟我說人 機就是機器 現在的話 你講到這種 因為我們原來對於 哎呀這個鯊魚要活著 犀牛要活著的這個觀念 想法非常簡單 就是他們是屬於自然的物 自然的物是自然所造 自然所造 就讓他們維持生存 這樣子維持自然的多樣性 然後甚至有人會講說 如果有一天在沒有犀牛 沒有鯊魚的時代當中 我們可能會出現對人類的浩劫 為了避免這種浩劫 要維持多樣性 但是我們現在沒有注意到 你現在所提的一個問題 就是人跟機器 已經結合為一體 對這個機器是廣義的 軟體也好硬體也好 比如說你的閱讀器 比如說是這個Windows 或者說是Google 或是Facebook 這些東西的話 在選擇的過程當中 因為是時尚 因為是潮流 因為是逝者生存 因為是講求自由市場的競爭 所以我記得我以前 我以前原來我用的這個搜索引擎 不是這個Google的 對 是另外一個Nescape 後來Nescape很自然 在競爭的過程當中 它的這個佔有率 所以就從80% 一下子 最後變成80% 最後變成0.8% 現在就不見了 對 那麼這個也就說明了 你現在所講的例子 所以說我要讓大家 稍微了解一下 就是說 當這些公司 當它取得的市佔率 超過90% 或者100%的時候 大戰爛就開始了 像這一次Windows 現在 我跟大家再強調 Windows 現在它的市佔率 接近90% 對 它出現了一個結果就是 它只要有一個bug 就是它有一個問題的話 這個問題就會影響到全世界90% 用電腦的人 對 那這個數字的話 是非常可怕的 是 本身來講的話 大家學電腦的問題 基本上就是要了節省時間方便 現在的話 我昨天為了要讓電腦的這個update 能夠進一步防範的防毒 對 一到辦公室 半天不敢開電腦 對 然後要打電話給電算中心 然後後來電算中心 發給全校一套這個PTT 對 然後開始按照這個情況 慢慢一步一步做下來 然後再慢慢開下來 這種情況 那反而花了我更多的時間 對 所以就有出現這個結果 後來我就很抱怨 我就跟我的戲上的秘書講 我說 我鼓勵大家以後做文書 直接用手寫字就好了 還是得練練字的 對 老師字漂亮 不是 那個當然也是 我們字醜的人 就不會用這種 對 那這個更好 因為我原來的話 如果假如說 因為觀眾並沒有看到 如果你字寫得好看是一種 個人一種獨自的 我得到存真 存善 存美 對 這個情況下 現在因為大家用電腦 每個寫出來字都一樣 你的存真存善不見了 沒了 沒有人看到佑老師 佑老師這真的很漂亮 沒有 然後那個多樣性就沒了 多樣性沒了以後 出現的一個結果就是說 對大家來講 你根本不需要寫字 是 老師你不要高傲 因為我看過太多 字寫得漂亮的人都長得醜了 對 人長得帥姿都不漂亮 是 所以老師你用部分的存美 有部分的存真 不見得存善 我還要跟士官好好學習 人生的陰暗面 老師我們看到的就是 這一次我們從這個想哭軟體 我們看到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全球化的轉折 是不是正在發生 就是從這些想哭軟體 另外生物的多樣性 我們只看到是生物物種 可是現在隨著 這個智慧機器人的產生 機器人時代的開始 它也產生了生命力 那我們現在 是不是應該多花一點時間 保護一下微軟的對手 保護一下蘋果的對手 保護一下Facebook的對手 保護他們可能比保護 吃不吃魚翅 保護非洲那些犀牛 可能來得更重要 聽說官方有種不同的想法 我們今天廣告叫懷觀察 因為事實上 那保護什麼呢 台灣現在出現的問題是 台北股市失去了多樣性 大家每個人都看著台積電 台積電的市值五兆 我引用蔡平章蔡董講的話 佔據台灣GDP的三成 比三星的市值 佔據韓國GDP兩成五 還來得更嚴重 台北股市投資人眼中 只有電子股 這讓台北股市 越來越無聊 量越來越縮 這個多樣性怎麼拯救 我們就要從昨天下午的 國泰金跟富邦金的法說來說起 其實台北股市非常可愛 只是最美的那一角 你不曾見過 這樣趕快告訴你 國泰金真的要上百元 台北股市這幾年 投資人大家被教育都是看本益比 那這個本益比 其實事實上 它是一個股價的一個折現的概念 所以觀眾朋友 其實我們知道 這股價怎麼承襲 譬如說包括台積電205塊 這205塊 除了是市場交易的結果之外 那到底買方跟賣方 為什麼會創造205塊出來 其實事實上 在財務金融圈當中 有非常多的模型跟方式 會教導你如何推算出 合理的價位 可能是205 可能是285 也有可能是95 但這個價格不是隨便喊的 最簡單的邏輯 就是靠折現的方式 什麼意思 我們在一定的時間當中 我們認為台積電 包括它的資產的 淨資產的處理 就是變現 加上它可以幫我們賺到的現金流量 按照每一期 106 107 108 135 150年 民國折現回來它的價格變化 所以當iPhone 8出現的時候 改變了它的未來的現金流量 所以它股價會提高 那當iPhone 8賣不好的時候 又改變了它現金流量 股價會走低 所以觀眾朋友 這是本益比的概念 可是這會帶出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因為台北股是只看本益比 只看EPS 忘掉了真正股價的一個含義 所以常常會發現 10檔電子股你長期持有 9檔會讓你破到 輸到家破人亡 觀眾朋友 你懂意思了嗎 你看從2301光寶可開始 後面一堆空耗 觀眾朋友 都變壁紙了 而且現在幾百 你輸光之後還沒有壁紙可以領 你懂意思了嗎 所以為什麼電子股會常常讓你痛 賺的時候好高興 輸的時候 問誰 問天問地 問誰 問不到人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財報部分 其實投資不一樣 我們今天回來就要看 就是台北股市其實有很多地方可愛 我們就要先從昨天下午的 國泰金控跟富邦金控 來看一下台北股市真正的投資價值 好 這次新聞媒體 包括工商經濟都提到 國泰金每股隱含價值充68塊錢 提到很多財報的數字 我們先看這個部分 就是國泰人壽 國泰金控底下 國泰市場銀行 國泰產品 國泰證券 還有國泰人壽 他的隱含價值已經衝到了 8560億的價值 等一下我們要提到重點 國泰金有沒有可能 來挑戰100塊的價格 觀眾朋友 你說 赤光你瘋了嗎 今天國泰佔上50塊 都很喘 你知道很喘嗎 就是拉得很慢 你說100塊有可能嗎 富邦金有可能到100塊嗎 星光金有可能回到票面上嗎 中壽有可能大漲嗎 觀眾朋友 我們要從國泰人壽的 一個講法做觀察 為什麼隱含價值報酬 我們先講這個原因 再回來倒投資 他說第一個 是新契約的保安價值暴增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金管會 調降了責任準備金率 使得整個資產的價值 出現重大的改變 觀眾朋友 我們先往下看 這個美國的升息 還有金管會的一個大紅包 使得國泰人壽的隱含價值 出現暴衝 那什麼叫做隱含價值 當然這個很複雜 ANAV加上VIFB 調整後資產基值加上有效業務價值 講完你都快睡著了 包括很多財經界教授 可能要解釋這個 可能要花好幾堂課 我們用比較不精確 但很簡單的 就是把所有的金融業的 尤其是保險業 特別看這個 把資產負債同一部 在昨天晚上12點 全部解散 全部清算 剩下的錢還給股東 會有多少錢 觀眾朋友 這個錢就有點嚇人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 現在把國泰人壽 在禮拜天晚上12點鐘做清算 保費全部還給大家 保險的準備金全部還給保護 然後該還的全還光 剩下給股東的 會有剩下8560億 觀眾朋友 這個金額很恐怖 等一下我們告訴你 為什麼國泰金有金 會挑戰100塊錢 而這是個長期的趨勢 因為就從這幾個角度做觀察 我們先往下來做解讀 包括富邦金 因為第一個我們看到 他們的負債成本不斷的在降低 可是報酬率跟折現的利率 也在加低 使得未來的價值在走高 觀眾朋友 我們再看一下這張圖 國泰金昨天的法說會 第一個提到的 它的國泰人壽每股的隱含價值 每一股是161塊錢 每一股這個EV是161塊錢 另外我們看到假如換算 就把它推到國泰金控 每股是68塊錢 觀眾朋友記住這個數字 就是現在把國泰金控解散 股東可以拿到68塊錢 觀眾朋友 今天說本是50.2 富邦金控昨天的法說 今天 應該是昨天 昨天把富邦金控解散 每位股東可以拿到45塊3毛錢 這個是解散的價值 可是另外一個 這跟電子管像 未來像iPhone8 觀眾朋友 影子都沒有 可是我們開始已經把iPhone8的利多 開始投射在鴻海 投資在台積電股價當中 為什麼因為未來有夢 這個夢一旦成真 會替台積電EPS 明天貢獻3塊 鴻海貢獻2塊 所以股價開始反映 同樣的受險公司也有夢 他的夢就在於利率保單 跟未來的市場價值 假如你把iPhone8 置於台積電 置於鴻海 把保單跟保險市場 跟資產配置市場回推過來 沒有 國泰金 它的這個清算價值 是每股105塊錢 國泰金 假如是國泰人壽的話 它更是值每股250塊錢 好 那我們看富邦金控 假如按照市場上 對於台積電鴻海的評價 我們講評價方式不同 邏輯一樣 就是把它的折現值回來 富邦金控可以到86塊錢 觀眾朋友 這個價格會到嗎 今天國泰金只有50塊錢 富邦金只有48塊錢 你說漲到100塊 要漲一倍了 富邦金要漲一倍 有可能嗎 好 觀眾朋友 就是從隱含價值 跟精算價值 這兩個價格 我們來看國際市場的變化 我們這邊提供的是 全球最大的四家保險公司 第一個 全球營收最大的 中國平安人壽 另外在歐洲的 包括安年人壽 安勝保險 還有AIA友邦人壽 這是全球最大的四家保險公司 他們分別掛牌在香港大陸 分別掛牌在法安克福 分別掛牌在紐約交易所 就是不同市場 不同市場都是做保險業 他們是怎麼評價 觀眾朋友 我們先看 這是美股的隱含價值 我們看到他們現在的股價 股價在這邊 從股價跟隱含價值觀看 你注意到 其實他們都是在1.18倍到2倍的區間 什麼意思 保險公司 尤其金庫公司 他的合理股價 應該是在隱含價值之上 精算價值之下 也就是按照安年 安勝 平安人壽 全球主要保險公司 來做計算的話 國泰金的合理價格 最低68塊 最高105塊錢 觀眾朋友 你懂意思嗎 所以現在國泰金委屈了 為什麼 因為大家只愛電子股嗎 所以國泰金最爛最爛 跟國際比較 也值68塊錢 最好最好 至少可以到105塊錢 就是EV跟AV中間的差距 所以我們再看一次這個圖 所以全球的金融業 都是這樣做評價的 背書在這邊 最低的是安勝1.04倍 最高的是安年壽2.48倍 平安年壽1.18倍 友邦AIA是1.98倍 所以觀眾朋友 我們回來看 那就以國泰金為例 他的股價 假如1.2倍計算 他就大概80塊錢 富邦金 假如1.2倍計算的話 他大概是55塊錢 中壽明天要開法說會 這個還是調整錢 大概會增加 大概他的股價 會到65塊錢 星光金都有機會 金控都有到25塊錢 所有家坦克也做觀察 因為事實上你要把大家流轉 這幾年大家只認是電子股 所以就是台北股是失去了多樣性 真正的好價值公司 國泰金 富邦金 中壽新貿金 都是大的金融集團 可是我今天跟我幾個朋友 他們在講 我說看你們股價 就認為你們是租 觀眾朋友 因為他的股價 完全沒有反映他的價值 所以光看股價 到底誰是租 是投資人還是員工 還是股東 還是公司 您正觀察 對 剛剛世光說EV跟AV 用很簡單的概念讓大家懂 我們把它拿到電子股 來比較很簡單 就是AV就是反映了未來 EV就是過去到現在的總和 如果像台積電 還有像所謂的鴻海 其實很簡單 你就想說為什麼現在會漲 因為iPhone8 這是什麼 這就是未來 所以說其實台積電的股價 現在已經在反映這個AV的價值 所以我們看到其實 今天的話的盤面上 台股的萬點 今天站上去之後 架構有點改變 我們來看台股這一次公萬點 其實是用電子股公上去的 那是整個偏掉了 就是整個成交比都弄在這裡 對 8成 對 8成 可是你看金融股的位階 在上一次公萬點的過程 金融股是扮演的主攻的角色 電子沒有公過去 但這一次你看 金融跟上次的位子比 現在大概在1000出頭左右 差1000點 位子大概在9000點位階 就是說大盤 電子股可能已經跑到1萬億了 大盤再1萬 金融股可能只有在9000的位階 這就位階來看 其實我們要講個類股 其實要看的是股王 股王是誰 股王就是國泰金跟富邦金 在爭奪 大家要知道 國泰金因為他們不是看EPS 金控股不是看EPS 大家早知道 國泰金今天賺0.8 第一季0.8 富邦金 股王0.9 這個記者用電子股 成長股的思維來看金融股 就會出現一種誤差 你一年幾個賺3塊錢 你股價50塊夠高了 觀眾朋友 其實按照金融股的標準 國泰金去年 你從這個EV的計算 它的EPS 觀眾朋友這不是這樣講 可是意思是這樣 它等於賺了20塊錢 你懂意思嗎 它不是反映在EPS上面 它是反映在它的EV上 價值上 所以事實上國泰金的時候 去年它其實 假如按照電子股的國籍 它是EPS20塊錢 富邦金是10塊錢 中售大概是15塊錢 你看它第一季的隱含價 其實它去年一整年的隱含價值 增加了1200多億 其實是一個股本的部分 所以我們看到其實 兩個增加的話 你看這一次 因為這一次第一季前面的回跌 都是因為匯率的關係 但是富邦金你看 剛剛世光有提到 它的EV大概45.3元 它的PV其實大於1了 就是股價跟所謂的EV來比 大於1 所以看這一次就比較弱勢 但這裡你看 國泰金的話 這一次就相對強勢 因為它的這個PEV 其實還小於1 就是價格跟這個EV比 為什麼國泰金這麼重要 我們要跟大家提到 就剛剛世光提到 解散 重組 這是什麼最重要 詬病的時候 或是在整個國際的大買 加在衡量一個價值的時候 就是在看這個 所以你看EV的話 我們看到國泰金 8000多億的價值 其中一個很關心 我覺得剛剛世光有提到 就是在這個增加了 去年就增加了870億的價值 新契約的部分 因為我們知道 其實剛剛世光提到 調降準備率跟相關的 調降準備金率的率 對 然後不能有費差損之後 其實整個去年的保單 可以說是大賣 因為大家都搶著 在這個相對低保費的時候 把錢進來 所以它在相對低的資金水位的時候 就負在資金成本很低的時候 拿到了一堆錢 為什麼這個很重要 我們來看 其實今年 我覺得剛剛 壽險因為剛剛提到 整個折線 折線最重要的是什麼 是利率 你利率多的話 折線其實這個價值很可怕 我們來看 其實殖利率的話 最近開始質穩 美國成年期 供在殖利率質穩 但我覺得可以觀察 是在這裡 這個是所謂的這個 高盛金融狀況指數 這白色的部分 在淺藍色的話 是美國升息 這代表什麼 其實一般金融有狀況 或是說資金水位 開始吃緊的時候 會往上飆高 這在海嘯的時候出現過 現在很有趣的是 先前FED開始 停止所謂的QE 開始升息的時候 這指數都同步往上走 但這次很有趣 這次三月不是升息嗎 結果指數沒有往上走 還往下跌 這代表什麼 就是FED預期的狀況 市場無感 就是說全世界只有FED 自以為自己升了息 自以為準備要縮表的 講了很多次之後 市場上只有他們自我感覺良好 繼續還是維持一個寬鬆的水位 你看美股一直飆一直飆 市場的信心很夠 完全沒有感覺 所以這裡的話其實怎麼做 FED你看最近傳出來 他的波士頓的總裁又說 有可能會再加碼一次的這個 升息的機率 甚至有可能把升息的速度增加 所以你看 其實我要海外的配置的話 這個浦王社是海外配置 海外投資 授險業其實有非常大金的 其實在海外 整個授險業的話海外 海外其實就是美國 一個指標性的應用 這個先前我們在半年前跟大家做 我們這次還是要跟大家再報告 對 因為授險業看的就是長線的規劃 我跟你講 觀眾朋友 因為我們看到的財報 是被公出售的減損 或未疊價損失的準備 觀眾朋友 因為我們今天不會說 用iPhone8以後三個月 把台積電的設備來做減損 不會 沒有人會這樣做 或是鴻海有120萬個員工 可是iPhone8拖了三個月 所以這120萬員工 你要多三個月薪水當費用 來衝抵鴻海第一屆機報 不會 可是金融股會 就是一個沒有發生的事情 可是因為有潛在的風險 所以叫預先提列準備 而這個準備可能不會發生 而且一定不會發生 持有招到期就好了 所以只是壽險公司 大家喜歡看它的一篇 壽險公司是一個存量的概念 就是它是跌積木一直跌上去的 電子股有可能 iPhone8不賣了 整個就大家預期全部重來 全部重來 所以這裡有沒有看到 其實我們看 這個FED如果它升息5% 0.5%的話 上次我們提到過 它整個資產的部分 它只要10%到期之後 再投資會增加5%的收入 5%的獲利率 今年因為剛剛看到了 整個FED原本預期的市場的規劃 似乎沒有發生 所以升息速度有可能會加快 加快的話 它可能就不再是反映 只有5%的附近 甚至可能往1% 0.5% 往一層做前進 所以整個獲利會明顯的往市場走 這個獲利會加到哪裡 就加到那個EV裡面 所以那個EV 其實簡單說就是躺著 然後EV就會一直增加 一直增加上去 對 我想大給我們觀察 因為市場可能會一直不懂 我們看一下這個圖 包括富邦金 我們舉富邦金 因為我們今天做兩張 其實我們的小編做得很辛苦 我們看富邦金好了 富邦金就把有效業務價值 未來新業務價值 包括精算價值 還有每股的AV跟EV 都算出來 其實短短從2016到2015年 其實這個差額是相當的大 整個富邦金的隱含價值 也增加了數百億之多 只是這個數百億不能任列到EPS上 因為我們老是糾結在EPS上面 事實上從一個純量概念 剛剛譚哥講很棒 金融股講的是純量 電子股講的是增量 可是純量的增加是哪裡來的 就是增量 增量的累積就是純量 這是微分跟積分的關係 觀眾朋友你懂意思了嗎 所以你說微分很偉大嗎 積分很偉大 沒有 微分 微下去是積分的增量就是微分 微分的累積就是積分 所以事實上這兩個意義相同 可是我們一般就只會看EPS 導致台北股市的投資 整個偏掉了 大家只看電子股 今天台北股市為什麼說黑 因為外資對台積電開槍了 大家嚇壞了 不知道買什麼 可是金融股外資卻一直買 一直買 一直買 看得懂的人就不斷地買 所以我們跟外資講說 到萬點怎麼辦 您能觀察呢 好 這個台北股市 其實這四個交易子 有三天是佔上萬點 那這三天佔上萬點的話 基本上是金融股的功勞最大 因為我們一直跟大家講說 台股上萬點的這個強度 可以佔多久 要看金融的臉色 為什麼這樣講 你看這四天 這金融股的指數 他連續拉了四根紅K棒 四個交易子裡面 讓台北股市有三天收盤 都佔上萬點 另外你就不要提 像這個中信金 如果我們用還原權值來看的話 中信金 第一金 和庫金來講 都創下歷史新高 歷史新高 對 還包括像玉山金 華南金 趙鋒金 華票 新產 還原權值 全部都佔上歷史新高 這太多了 如果你說小型股的話 小型的銀行股 台中銀也這個 還原權值十年新高 高雄銀五年新高 其實金融股已經偷偷在發動 大家只是沒有在留意而已 對 那另外我們今天 特別講一下售險部分 台灣當然最大售險股的話 包括說有國泰金控裡面的 國泰人壽 還有富邦金控裡面的 富邦金 還有這個台售寶裡面的中信金 對 最近股價基本上 像國泰金 昨天開法說之後 今天股價做一個往上衝 對 那中信金更厲害 它這個 這個最近 如果不要還原權值的話 創下21個月新高 那還原權值 我剛剛說到 它創歷史新高 因為它裡面 這三黨公司裡面 都有壽險股 如果大家仔細看的話 其實國泰金 昨天的法說裡面 有特別提到 國泰人壽的獲利是大增的 所以知道有壽險股的公司 有這個 有壽險股裡面的金控股 是這一波 我們要抓的一個主流 那講到壽險股的話 台灣大家千萬不要忘了 這個2823的中售 是一檔 純壽險公司 是 我們先從這個 股價的K線來看 一樣下面放外資 那時候我跟大家報告過 其實呢 你可以發現 外資基本上就是主控了 中售的股價的一個表現 過去呢 外資一路大買中售 大概就是在30塊錢以下 外資就會大買 對 那之後做噴出之後呢 那大家後來 大家想說會損的問題 對 所以讓他股價開始做一個 這個往下拉回 外資也做一些 這個調節的情況 但是你可以發現 外資現在已經不賣了 甚至呢 過去幾天 開始回復一個買超 所以重點是什麼 重點呢 這個外資對於中售看法 只要回到30塊以下 就是外資過去的這個 買進成本區 現在又來到這個價位 而且呢 他今天呢 重新站上了這個生命線 季線 而且把季線呢 變成往上揚 季線今天開始 這個原本是往下 現在變成往上 大家要特別留意 那中售呢 明天要開法售會對不對 剛剛討論的 星光金是禮拜四 禮拜四 對 這禮拜就基本是受險金控的 法售高峰 對 昨天是國泰金跟富邦金 那明天是中售 後天星光金 剛剛大家一直在討論到 這個EV的部分 我們來稍微推算一下 因為之前其實外資對於這個 受險股呢 已經把平等調高 那時候他有特別講 因為接下來 從這個五月份開始呢 會公佈了隱含價值 那他那時候外資已經講說 大概都會有兩位數字的強勁成長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到底有沒有發生 國泰金去 應該前年的這個EV呢 是58.5 那昨天呢 調高到68.1 對 這個幅度呢 是16% 兩位數字成長 富邦金呢 前年是39.6的這個EV 調到昨天45.3 也是14%的兩位數字成長 那如果都是兩位數字成長的話 你看喔 這個中售 前年是55塊錢的EV 兩位數字成長 我們簡單講 算60塊錢就好了 是 這邊就是60塊錢 對 那我們剛剛有特別算說 國際上的這個 股價的收盤呢 除以EV的話 都在一倍以上 甚至有人到兩倍 像這個安寧人是兩倍嘛 平安是1.18倍嘛 對 那我們來算一下 這個國泰金呢 50塊錢除以68.1 大概是0.7倍左右 對 所以他在1以下 所以最近股價漲比較兇 那你看這個富邦金呢 是48塊 除以45塊的話呢 是1.06倍 對 所以他已經超過一倍 所以最近股價表現就比較 沒有那麼強 但是還是漲 但是你看喔 我們剛剛說初估 他如果兩倍成 兩位數成長的話 大概是60塊 是 30塊錢的這個 今天收盤價除以60塊 他才0.5倍 是 算是所有授險股裡面 最低最低的 所以我覺得他股價 是相當的一個委屈 那之前就有跟大家報過 會計師一直講說 中壽他會任列 建信 中國大陸建信人壽這一塊 大概有400億元的 以上的這一個金額 那對他的禁止 會增加10到15塊錢 那昨天我們跟大家講 中租的原因很簡單 中租是中國大陸第一張 外資全資的這個租刃牌 那中壽也是台灣第一家 潛入中國大陸受險的公司 就是跟這個建信人壽 建信人壽 建信人壽 建信人壽持股50% 中壽持股將近20%左右 而且在去年年底的時候 又在增資 現在中國人壽 投資中國大陸的這個受險公司 在台灣的金額已經是最高 已經超越過國壽部分 那講到中國大陸的這個受險市場 到底有多大 大家看這是中國大陸 保費的一個收入 逐年的成長 那其實我查一下 中國大陸大概到2014年的時候 保險的滲透率才3% 你知道3%是什麼一個概念嗎 非常非常的低 這是目前全世界 保險滲透率的前10名排行榜 台灣排第2大概18% 排第10名的丹麥 保險滲透率還有9% 將近10%左右 我剛剛說 中國大陸的保險滲透率 才3%而已 代表未來的成長空間很大 所以建信人壽 未來成長空間很大 為什麼我這樣講 這個建信人壽 大家來看一下 它在中國大陸 目前已經有20家的省級分公司 你可以發現這個 一線二線三線城市 全部都包括在裡面 總共有131家的分資機構 如果細分到銀行的銅爐 高達8800家 因為它是建設銀行的 對 只要建設銀行的話 都可以賣建信人壽的保險 建信人壽我們看一下 它的不管是資產 保費收入 都是呈現一個成長 重點是大家看一下 如果以中國大陸的保險公司 來做排行的話 建信人壽其實排名第11名 但是如果是以銀行體系的保險公司 來算的話 其實建信人壽是排在中國大陸第一名的 因為它的分行點是最多的 最近中國大陸的售錢股真的是漲翻天 大家看一下 中國大陸第一大 也是全球第一大的中國人壽 最近十個月就這一段 漲了大概37% 最近一個月 這完全是用噴的 漲了將近兩成左右 對19% 第二大的中國平安保險 最近十個月就這一段 一樣漲了三成以上 最近這一個月 一樣90度噴出漲了20% 所以說中壽有建信人壽 會不會因此而獲利 絕對會因此而獲利 另外我們來看一下中壽 中壽這兩公司比較特別 今天把這個量價關係讓大家看一下 中壽呢 這個我們從這個去年的六月來看的話 我下面這條藍色的這個線 是月均量 大家發現中壽呢 其實他只要量能突破月均量的時候 就是有一波波段漲勢 只要量能突破月均量的話 就有一波的漲勢 是一樣有沒有突破這藍色的月均量呢 就有一波漲勢 是 那當然這一波是因為 大家說到會損的關係 對 所以做調節 但是你可以發現 最近兩次呢 中壽又突破月均量 是有一波漲勢 對 到今天 終於量能又出來了 又突破了月均量 所以這個漲勢呢 我覺得才剛剛開始 就像我剛剛講的 搭上漸信人壽的中壽呢 我覺得未來的股價呢 非常有機會繼續做 約老師我問你 你聽得懂聽不懂 隱含價值 經算價值 說實在話 你是不買股票的人 可是台灣都知道 台積電 鴻海 可是對於很多不同產業的 平價標準 其實台灣會不會是陌生的 才會導致說 我們台灣的金控 我們今天以壽險金控來講 跟國際的大型 他的標準 這妙了 這是台灣跟台灣外 我不一定直接從事投資 不過我完全聽得懂 就是說你剛剛講到 EPS的那種計價單位 是針對於電子股 大家看到對於這個長期來講 仍有這種依賴的性格 會覺得電子股是台灣 最主要立足於全球而不贅的 一個重要的支付 對 所以基於這個緣故 覺得對於電子股充滿了信心 那保險業感覺上 有點像是買空賣空的 拿我的錢去放款 然後拿別人的錢再回來 在這邊再弄我 所以感覺上形象比較困難 但實際上 因為這個錢滾錢是容易的 這個道理我懂 所以說是一般來講 你本來過得很節省的人的話 他不會窮到哪去 對不對 所以說的話電子業生產 就是人家講開玩笑 電子業的毛3到4% 毛利3% 4% 這個保險業一定就20% 這個部分我聽得懂 好 不要改三位 謝謝